欢迎来到我的后院 这是物之湖的夜晚版本 今天我们会遇到一个新的僵尸 史莱姆骑士僵尸 类似于撑杆跳僵尸 或者是蹦蹦僵尸 所以我们需要双层黑钥匙 就可以把它给挡住 水上僵尸是普通的 然后路上僵尸 貌似攻击力变强了一点 皮帽僵尸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老玩法 信标我们来一些 感觉还是很有用的 水上僵尸 我们就使用荷叶 加小型水上发射器 加迎时灯照亮夜晚 然后双层黑钥匙 防止僵尸越过 之后我们再使用TNT 有时候可以给我们加一点速度 开始 OK 这个迷雾好像比之前变得更加浓了 我们还是在中间靠右线 先来安排我们的小型普通发射器 免费的 不要钱 不用白不用吧 只是刚开始得摸黑放东西 这个是对我们有点考验的 第一只僵尸要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它在哪里 拼手速 所以前期我们还是需要再放置一些 哎呦 正好出现在最下面一行 最下面我们是最后一个才放小型发射器的 这个冤家路窄 哪壶不开提哪壶 来我们在这放一个迎时 迎时可以照亮迷雾 小型水上发射器 OK 我们现在每一行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小型发射器 基本上可以抵御一些小小僵尸的攻击 我们再放一些连液 连液可以在水上来放置普通的器械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最上面出现了一个皮帽僵尸 三个普通发射 小型发射器应该是可以搞定它的 所以不需多虑 这儿再放一个迎时 因为这关会出现这个史莱姆蹦蹦僵尸 所以我们一会儿需要放置一些黑钥匙 并且需要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先部署上 一个皮帽僵尸 有可能要来啃我们的迎时 我塞 125个阳光怎么这么慢 他要啃掉我们的第一个迎时了 125个阳光啊 给点力吧 下面出现了一个史莱姆僵尸 看到没有 来吧 让你跳 哇塞 放错地方了 放晚了 哎呦我天 上来先激活了一个小推车 这玩的简直了 太寸了 最上面又出现了一个皮帽僵尸 这时候还不能气馁啊 水上开始出现僵尸了 我们在这放一个下戒之星 双层黑钥匙的缺点呢 就是生成的速度非常的慢啊 所以我们得趁着能装啊 赶紧得装上一个 哇塞 最下面的迎时又要被啃了 来吧 这儿来放置一个双层黑钥匙 这儿来放置一个迎时 继续熔炉再重一些吧 小型水上发射器来放一个 小型发射器放一个 熔炉继续 信标来一个 哎呀 接下来是一波僵尸了 我塞 这么快吗 最后一群啊 希望这层 这次双层黑钥匙 快点来 哎呀 你看哪壶不开 踢哪壶啊 这儿来放一个啊 省得最下面 生成一个这个 史莱姆跳跳僵尸 哇塞 最下面的水上 最上面的水上 也开始被暴露了 哇塞 我们要等一下 在这儿暴一个天梯 五 四 三 二 一 光 呀 最下面怎么还有两个僵尸 两个信标 这儿来个银石照一下 这儿挖掉一个熔炉 哇塞 小型发射器补一个 现在这个熔炉产生红石速度太慢啊 所以我们补不上更多的这个器械了啊 好 来一个信标 好 哇塞 差点把最后一个小推车也给激活了啊 这是什么东西 漏斗 得到了一个漏斗 可以将物品从僵尸身上移除 相当于磁力乌 相当于磁力乌